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铁道博物馆 有很多朋友可能坐过火车去过拉萨 但是这一路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路程 可能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咱们今天就通过这个模型图来看一下 大家看,这里是拉萨,这是终点 铁路就都修到这了 这个拉萨站海拔是3641米 这还不是最高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远处 远处那一站应该大家很熟悉吧 叫阳八景站 那儿的海拔我看到是4305米 今天咱们就把这趟县完整的拍摄下来 铁路是顺着这个山沟建的 我现在指的那个山叫念青唐古拉山 念青唐古拉山是位于西藏的中东部 上面那个白色的都是有积雪的 然后这个铁道是在山下面,山沟里边建的 从阳八景过来之后呢,就是当雄站 我们看到这一站的海拔是4293米 然后我们看啊,这个铁道继续在这个山谷之间穿行 到了这儿啊,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山峰呢,就到了6590米了 这西藏这山上的这个积雪啊,是常年都有的 然后现在这里啊,我们看到的是那渠 那渠这儿的海拔呢,是4513米 这一片大家看啊,就相对来说要平坦一些了 像一个小草原一样 然后这个铁路啊,继续穿行在山谷之间 到了那个地方呢,叫做错那湖站 那儿的海拔呢,是4594米 然后它旁边呢,就到了安多站 安多站呢,是4702米 这一片的海拔啊,都在4000多米以上 然后再距离下一站呢,就远一点了 因为这个铁道要穿行这个唐古拉山了 唐古拉山是位于西藏自治区的东北部 刚才咱们看的那个念青唐古拉山 是位于西藏自治区的中东部 唐古拉山那个火柴站那儿的海拔高度是5072米 然后这一站呢,就到了布墙阁站了 海拔是4823米 然后海拔呢,就继续下降了 这边呢,就到了长江的源头 三江源啊 这一站呢,叫陀陀河站 这个长江的上游呢,就叫陀陀河啊 就是这个地方啊 那儿还有长江源头纪念碑啊 然后继续啊,这个火车道呢,穿过这个烽火山隧道 然后这样开始啊,海拔就继续降低了 下一站呢,就到了武道梁站了 这儿的海拔啊,我看到就是4636米了 然后这个继续往这边走 这是楚马尔河特大桥 跨越了这个楚马尔河特大桥呢 然后就是一个清水河特大桥 一路就来到了昆仑山 然后就开始穿越这个昆仑山隧道了 这个就是昆仑山了啊 昆仑山上边都是白白的积雪 这个昆仑山山口这儿啊 有一个最高峰6178米啊 然后从昆仑山这儿呢 就来到了,这儿有一站啊 叫玉珠峰站 这儿又稍微低调了 4159米 然后再往前这儿呢 就是三叉河特大桥 这一路看过来啊 这个地势真的挺显耀的啊 其实我也没去过西藏 我爱人开车去过一次西藏 他一个人自驾了一趟西藏 地势真的是很显耀啊 从三叉河特大桥这儿呢 过了一步天险 就来到了南山口站 这儿的海拔就低了 3081米 海拔就降下来不少了 然后这一站呢 是格尔木站 这儿的海拔呢 就只有2828米了 然后再往下一站呢 叫查尔汉站 海拔呢是2680米 这地儿啊 就平坦了好多 这儿的山呢 海拔呀都比之前的矮多了 这儿应该是第二阶梯了 然后继续往前走啊 前边呢就又有山了 这个铁道啊 还是一路顺着山沟穿行 然后咱们看这儿啊 这儿是一个小盆地 这是柴达木盆地 刚才那儿有一个柱子 我暂停了一下啊 看这个火车啊 穿过柴达木盆地 然后还是继续穿行在这个山谷之间 穿行出来了这片山谷啊 就到达这个青海湖了 远处啊 那片蓝色的 那就是青海湖 然后这边的这个山叫日月山 过来青海湖这边呢 就到达这个西宁了 然后到了西宁这儿啊 就这个结束了 这就是整个青藏县的这个线路啊 就是这个整个啊 青藏县的一个全貌 这地势真的是很显耀啊 但是这一路的景色也非常的好看 如果去西藏的话啊 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 高原反应的准备啊 我爱人自驾去西藏的时候就高反了 就是我们春节的时候去成都啊 刚走到康定 从康定的时候还没有反应 到了折多山的时候 就有点高反了 但是那儿的景色啊 就已经非常漂亮 这样看一下这个路线啊 咱们就清楚多了